大家看了我两集其实简直三餐了 可能觉得我的生活每天就是 健身做饭写写推送 早睡早起的规律生活 但其实在镜头外 我很多时候的生活也还是这个样子 早上了6点半 我今天早上4点就起来了 然后坐飞机过来 然后10点下了飞机 昨天晚上我1点多睡了 然后今天早上5点就爬下来了 因为我今天要出差 打算写个推送 然后就睡觉 我现在又累又困 现在是周六晚上10点半 我从中午拍视频拍到现在 我真的现在超饿 哈喽大家好 我是顾鲁 在开始拍摄这一季 七日简直三餐之前 我就决定了第七天的视频 想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的体重从115斤到115斤 这五年我学到了最重要的六件事 我在美国留学的第一年 体重胖了30斤 然后那个时候我每天特别的焦虑 然后每天无论吃什么东西都要计算热量 每天都要去跑步 然后只要不运动 就觉得自己一定会马上变胖 然后那个时候我飞得特别大的劲 才把自己的体重减到115斤 然后五年过去了 我现在的体重还是115斤 但是整个视觉看起来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今天我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五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六件事 我说它不重要并不是因为体脂率 才是衡量一个人身材好不好看的关键数值 我说它不重要是因为 当你被真正支持你爱你的人环绕的时候 体重多少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你一样可以生活得特别的幸福 好身材或许可以赢得路人多一秒的注意力吧 但它其实永远不会获得爱人或者是朋友的真心 当你认为食物只有发胖和低卡的区别的时候 面对食物你只有恐惧 当你面对食物只有恐惧的时候 你是永远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 就像一个训受师 它是永远没有办法去驯服它害怕的动物 你没有必要每一顿饭都吃成一个标准的营养食物公式 你也不会因为一顿饭少吃一些蛋白质就代谢受损 所以说面对食物心中有敬畏 但不要有恐惧 我最开始健身的时候 恨不得每天运动完就立刻受两斤 其实看多了那些一周受十斤的食谱之后 我真的觉得很难有人不受任何的影响 但是这些东西除了会消耗你的健康 还会消耗你的自信和精力 其实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到行动和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你想要的结果来的比你想象的快很多 如果你可以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 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真的有些身材和天赋一样都是老天给的 如果说你拿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作为目标的话 只会让你离你本来想要前进的方向越来越远 所以说放弃那些完美的腰臀比 放弃你对大腿维度的追求 放弃你对某个固定体重的追求 美是一种特别直观的一个感受 而不是某个特定的数字 无论你的身材变成什么样子有多么完美 在一些人的眼里面你永远还是有瑕疵 毕竟再好吃的牛油果给了错的人 真的也还是会被嫌弃 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自己最大的批评者 其实当你停止去判断别人的身材 当你停止去批判自己的时候 你会觉得人生轻松了非常非常非常多 虽然说我经常说二八法则 但是并不是只有二八法则的时候 你的生活才是平衡的 你可以是三七法则 也可以是五五法则 就像火锅不错 沙拉也不错 偶尔吃些火锅 偶尔吃些沙拉更不错 有些食物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但有些食物是为了我们的快乐和心理健康 失去平衡其实也是保持平衡的一部分 所以说不要永远的站在翘远板的中间 偶尔走到翘远板的两边去看一看不一样的世界 和大家一样 我的生活有非常多的问题 我的计划也经常被打乱 但是生活本身就是这样 适应它平衡它改变它 没有完美的人 没有完美的身材 也没有完美的生活 但是在这种完美模板之外 才给了我们更多可以成为的可能性 我们下次再见吧 爱你们 Mu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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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